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2024有不少表现亮眼的陆剧女星 像是以墨语云间重回观众视线的吴锦岩 稳步发展的你比星光美丽谭松韵 与凤行赵丽颖 还有角色让人难忘的刘依菲和唐嫣 都让人眼睛一亮 但也有些女星不进则退 近期陆网热议起2024你认为 明显在走下坡路的陆剧女星Top10 以下是网友票选结果 一起来看看吧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10 王楚然 王楚然是近几年发展势头很猛的95花 她以清平月篡起 古装扮相非常美 王楚然本来是很被看好的新生代 然而去年因为我的人间烟火 口碑全方面崩盘 一开始只是角色设定不讨喜 后来王楚然又爆出对素人不礼貌的耍大牌争议 引起网友大规模吐槽 这之后王楚然的路人员就没有最初那么好了 而今年王楚然出现在庆余年第二季 特别出演了花魁桑文 戏份不多 王楚然的古装也依然美 但热播时王楚然的演技 原生台词都迎来不少网友批评 接下来王楚然还有一部合作 张婉一的古装剧柳州记代播 霸气山寨债主VSBO目的王爷展开片剧婚姻 不知道柳州记能不能帮他挽回口碑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9 赵露丝 榜单后排的其实都没有下滑的太严重了 赵露丝自2020年以传闻中的陈千千爆火后 就月升为流量小花 后续和洋洋合作 岂是天下 和吴磊合作星汉灿烂 又有一番主演的偷偷藏不住 这几部都是话题热剧 不过偷偷藏不住之后 赵露丝主演的仙侠剧 神隐热度和评价都一般 没有像2022年星汉灿烂 岂是天下那样风光 而网友本来都看好赵露丝 能往更一线迈进 或许是因为这样才入选吧 不过后续赵露丝 还有古装大女主剧朱莲玉木 以及甜宠剧许我要演 戴波 两部剧的班底都不差 其中朱莲玉木 或许能让赵露丝更上一层楼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 陆剧女星Top8 宋毅 宋毅在娱乐圈打滚多年 直到近年才接连以坠续 长风度等古装剧爆火 宋毅2024年主演的陆剧 仅庆余年 第二季反响比较好 不过这部剧宋毅只是配角 主角剧《今天的他们》和《严心记》都热度低迷 尤其《严心记》找来宋毅和古装男神罗云熙合作 明明是很亮眼的阵容 热度 网播量和口碑都崩得很惨 剧情节奏太平淡 主演CP火花又不够 就很难吸引观众 对比前两年坠续 风起洛阳的热播 宋毅2024年的剧集 热度表现就差了一点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7 杨子 杨子去年主演的古装剧《长相思》大获好评 没想到今年推出第二季 口碑却大幅崩塌 时隔一年 观众的追剧热情已经消退 而《长相思》第二季暴露了剧本的缺陷 主角人设都被骂翻 口碑也没有想象中高 杨子早年是很受观众肯定的女演员 演得了正剧也演得了偶像剧 但近年杨子开始被观众吐槽 老是演古偶剧 让大家审美疲乏 婴儿上榜 不过杨子的收视号召力仍在 今年杨子主演的《成欢记》收视其实不错 而《长相思》二虽然口碑不大好 但热度仍是高的 大家吐槽归吐槽 但看到杨子主演的剧 还是忍不住会想去看一眼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6 于树心 2022年一部《苍蓝爵》捧红了于树心 和王鹤蒂两位演员 《苍蓝爵》播完后 2023年于树心主演的《两个人的小森林》 云之宇其实播得不错 都是热播剧 但今年推出的《奇经招热度》就很低迷 《奇经招》找来于树心和徐凯搭档 但热度和评价都很惨 网播量到现在兜兜转转才6.19亿 6月上线的《墨语云间》和《玫瑰的故事》 都冲上20亿了 于树心婴儿上榜 这之后于树心还有古装剧《永夜星河》代播 这部剧也被认为有点不妙 不是演员的问题 而是该剧的出品公司《恒星引力》已经连扑了 《七世吉祥》和《狐妖小红娘》两部剧了 网友都担心《永夜星河》也会步上后尘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5 任敏 任敏2020年凭借古装剧《清平月》走进观众视线 纯熟的演技让大家眼睛一亮 后续任敏也与肖战合作 S家古装仙侠剧《玉古瑶》 《玉古瑶》可是万众瞩目的古装剧啊 然而任敏的表现却迎来负平 装造暴露了任敏五官上的劣势 被网友吐槽360度全死角 《玉古瑶》也连带影响到任敏后续古装剧 好多网友都在唱衰 大家知道今年已经默默出现在《群星闪耀石》 和《五行世家》两部剧了吗 但两部剧的热度和网播量都很惨 《群星闪耀石》合作理线还有点水花 搭档王大陆的《五行世家》 就低迷到很多观众都没听说过 人民本来是九五后很被看好的小花 但近年发展渐渐被张静怡 张若南等小花后来居上 路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4 景田 景田拿下第四 早年景田可是公认的资源咖呢 但景田这几年的发展确实一般 去年景田播了《啄啄风流》 《乐游园》 剧集评价其实不错 但热度很低 而最近景田主演的《四海重鸣》也热播中 同样播得无人在意 不少观众追《四海重鸣》 都觉得景田的颜值没有斯腾时期那么高 剧情本身也比较平淡 很难吸引观众一集集追下去 且景田合作的都是徐凯 张灵鹤这样的流量男星 明明是有话题的演员 偏偏聚播的都没什么水花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3 迪丽热巴 没想到迪丽热巴会打进前三 迪丽热巴和杨幂一样 近年开始尝试转型 去年主演的证据的公诉评价其实不错 但迪丽热巴依然被定义为偶像派演员 剧离成功转型还有一段剧离 口碑崩的比较惨烈的是《安乐传》 该剧被安排在2023暑期黄金档 S级大制作 但剧集质感差 口碑低 热度也低 迪丽热巴前几年主演的《你是我的荣耀》 《枕上书》都是高网播量的热剧 或许是因为《安乐传》崩盘 再加上迪丽热巴 今年都没有新剧推出 才因此挤进前排吧 不过迪丽热巴接下来的代播剧 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有合作陈兴旭的冒险剧 萧起轻嚷 两人CP感目测蛮强的 只要剧本不崩 应该会有热度 还有合作陈飞宇的慕虚词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 陆剧女星Top2 杨超越 杨超越拿下第二 杨超越转型演戏后 没多久就接连主演且听奉鸣 说英雄谁是英雄 虫子等一大波古装剧 都是女主角 但自从七十几祥崩盘后 杨超越也开始被认为走下坡 资源没有早年好 去年杨超越主演的仙侠剧 七十几祥被赋予超高期待 制作评级是对标苍蓝爵 却播得非常差 一方面是因为制作质感差 一方面杨超越的演技依旧被批评 七十几祥播完后 杨超越就没有新街的女主剧了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是七十几祥播出前拍的 而后面就只有一部客串性质的 墨语云间上线 被认为资源不如以往 陆网评选2024发展走下坡的 陆剧女星Top1杨幂 获得网友票选冠军的是杨幂 杨幂早年是很厉害的收视女王 从宫所新玉 古剑奇谈 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连连大爆 而且是现象级的爆 不过近年杨幂 主演的陆剧口碑评价普遍一般 前几年的狐猪夫人 扶摇还有到热播的程度 但今年推出的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就崩得很惨烈 狐妖小红娘是爱奇艺推出的S级古装剧 大制作中的大制作 知名漫画IP家 杨幂和龚俊的双流量组合 连配角都全是人气明星 然而该剧的口碑 网播量和热度全方面崩盘 至今网播量累计仅五亿多 小成本甜剧都稳稳超越了它 而杨幂不止最擅长的古装偶像剧崩盘 在正剧哈尔滨1944 演技也收获不少吐槽 杨幂今年演技一直被批评 演爱情戏让人没有代入感 路人员也越来越下滑 谁在走上坡呢 85花刘亦菲 赵丽颖 唐烟上升明显 还有墨语云间逆袭的吴锦岩 对比和杨幂同年龄段的85花 赵丽颖手握正剧风吹半下 今年雨凤行也依然有收拾底盘 稳步转型 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孟华路》都是高质感好剧 唐烟三年磨一剑 交出了繁花这张成绩单 比较下来 杨幂近年就一直被网友吐槽 发展停滞 甚至是走下坡 转型正剧 但却没有过硬的演技 主演偶像剧 但观众又更偏好年轻的小生小花 进退两难 婴儿上榜 当然也有被认为在走上坡路的小花 除了前面提到的刘亦菲 赵丽颖和唐烟 靠着墨语云间 《绝地逆袭》的吴锦岩也上榜 还有在不少古装偶像剧刷脸的陈杜玲 凭借西花指获得好评的张静怡 花间令演技出圈的小配角 郑和惠子 都被认为发展势头不错 好了 看完以上 陆网评选2024 发展走下坡的陆剧女星TOP1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谢谢大家